作曲 王晓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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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拍人像最重要的是表情 然後就是他的拍名 其實你不管構圖怎麼樣 想到最後那個表情不對 那張根本就沒辦法用 再來就是 你至少要練到曝光紙那些都要對 然後就是你要注意到光線 再來就是大家講的構圖 滿喜歡用廣角或魚眼那種鏡頭去拍 那這種拍人帶景其實比較重平衡 就是構圖的平衡 不管是這邊的景物跟這邊的景物的平衡 或者是顏色的平衡 其實都會考慮到 早期的時候用變角鏡在拍 現在比較常用定角啦 之前在用變角拍的時候 常常會固定在一個地方拍很久 那拍人的話就是 你可能就是各個角度你都要跑 看我這樣 像今天這個下雨天的話 可能就要用燈來輔助 那如果平常的話 陽光其實是最好的燈 那一般我們會考慮拍順光 逆光然後斜側光 這些其實都會運用到 因為一個作品裡面如果全部都是順光的照片 看起來也很膩 對不對 所以就是看光的方向跟現在的場景搭這個光 因為你手撐那邊 透明 對 然後這樣就會有 對對對 讚 PX1的話 對焦很快 這一點是蠻不錯的 因為 玩單眼其實就是 它的對焦速度非常快 那因為很多人像它都需要捕捉那個神情 光線充足的時候拍起來的膚色也是還不錯 我剛剛用了14、42 然後25嘛 然後還有20跟14 對 這個都是人像拍攝的時候常用的鏡頭 那個支援其實還不錯 因為它的KID鏡對焦速度很快 這支是新的 然後它顏色也蠻飽和 拍起來效果也不錯 它拍起來蠻利的 萊卡那一支25 它拍起來又有閃景 拍人像其實也蠻適合 平常拿來當隨身機也不錯 如果覺得單眼太重的話 其實用這種相機拍起來 今天拍起來的感覺還不錯 其實我覺得要進步就是 要一直拍 然後拍完 最主要就是還是要自我檢討 這個是最快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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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